他出身名门望族 是陈慧敏当警察时的长官 虽不是江湖中人 江湖地位却非常的崇高 他与诸联邦总护法张安乐 是推薪致富的好友 此后张安乐更是不远千里到场 为其调研 他就是江湖及时语 骆应泉 骆应泉出生于1947年 祖籍是广州花都人 家族在香港颇有根基 人脉广泛 比起许多普通人家 骆应泉从小的生活条件就十分优越 他家族中的同辈 在江湖上广为人知的 便是骆氏三兄弟 堂哥骆应云无疑是最出名的 他是资深老戏骨 前后演过两百多部戏 在古天乐版的神雕侠侣 与张志玲版的《射雕英雄传》中 饰演黄药师 至今仍深入人心 可即便饰演过这么多部电影 知名度这么高 骆应君却曾自嘲过 自己是混得最差的那位 而另外一位堂哥 骆应干则是香港撞尸界的四大天王之一 在业内那可是趋之一止的大人物 除了三兄弟之外 还有个姐姐 骆永梅 他是知名报社信报的创始人 丈夫更是被誉为香港第一鉴笔的 零行指 家世之显赫以出身名门来形容并不为过 六十年代 由于出身名门 本身又勤奋好学 骆应全读书出来之后 就当了一名警察 彼时的正是武艺探长 吕乐的时代 白岛与黑岛混淆不清 甚至许多警局里都有黑帮的人 就如后来14K教父洪汉义所说 想进警局必须得先入他的14K才能进去 电影《无间道理》讲述 警局与黑帮之间相互藏有卧底 在那个年代 这并不是虚构的事实 也就是说 虽然成了白岛中的一员 但仍旧会常与黑道诸人打交道 甚至称兄道弟 骆应全在早期就颇受 和盛和社团的超级元老 优伯赏识 优伯认为他为干儿子 优伯在和盛河内 乃至在江湖上的地位 都是非常崇高的 是说一不二的主 杜琪峰导演的电影《黑社会》里 由王天林饰演的邓伯 便是在影社优伯 这样的家族以及优伯这层关系 骆应全可谓是出道即巅峰 出门办事 黑白两道都得给几分薄面 可谓是黑白通吃得住 60年代末 陈慧敏从狱警升级为警察助手 在元廊与泉湾等地 此时陈慧敏的顶头上司 便是小他一岁的骆应全 相比于骆应全 陈慧敏只能算是草根出身 在60年代初 陈慧敏就加入了14K 败在了二路元帅的陈清华门下 到了60年代中期 他才成为成教署的预警 到60年代末才成为一名警员 到了60年代末随着旅乐退休 警署内部有了一丝曙光 反是有黑帮背景的纷纷被清除警署 陈慧敏作为14K的二路元帅的门生 在当时虽是隐秘 但自然是常常会与江湖人士有所往来 当然了 不过也会做一些通风报信之事 因此有不和谐的同事 便拨打了骆应全办公室的热线电话 背地里来了个小报告 骆应全会认优伯为干爹 自然也不是饥饿如仇之辈 他更是属于八面玲珑的类型 本身也常于江湖人士往来 只因自家身份地位摆在那儿 别人想动他也带点点自身的金粮 对陈慧敏的遭遇 骆应全更多的则是同情 也出于本性 下班之后 他约陈慧敏到附近的大牌道胡吃海喝 在饭桌上将事情告诉陈慧敏 是去世理由让陈慧敏自己做出选择 并表示自己这边暂时不会做处理 对于骆应全这番推心致富的话 陈慧敏非常感激 离多久之后便退出警队 一心一意地走自己的江湖路 后来陈慧敏称霸奸杀举 并以14K双花红棍的名头威震江湖 成为黑帮中第一个开篮伯吉尼的男人 即便如此 陈慧敏仍旧对骆应全十分敬重 骆应全为人颇具江湖气息 对于江湖人士也不仅仅是 叫古陈慧敏一个人 各大社团都有受过他的恩惠 诸如14K心意安 和安乐更不用说是和顺和了 许多犯了事的人需要江湖救急之时 多会上门求他帮忙 出于异气 骆应全常常都会帮忙 因此骆应全成了江湖人口中的吉时语 向华强的弟弟向华盛 便上门找骆应全求助过 向华盛出身于新义安龙头家族 那可是横行无际的一方大佬 那晚向华盛吃完夜宵 独自一人要去开车时 从黑暗中冲出几个手持40米大砍刀的马仔来打劫 向华盛见自己孤身一人 将身上仅有的数千块零花钱给了几个马仔 可对方不依不饶还要其戴在手上的 那个价值50万的名表 向华盛眼眼不眨地脱下手表扔了过去 可对方不依不饶 好似想再看看他身上是否有其他值钱的东西 本想这些是宁人的向华盛怒了 原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他们相处 可换来的却是这般待遇 自小失从蔡莫派的刘元成 向华盛功夫可不是白练的 于是发飙出手 施展蔡莫拳法 隐医敌多丝毫不落下风 最终虽是把打劫的马仔打跑了 但由于马仔手上有刀 自己也是受了点轻伤 由于有黑帮背景 事后向华盛怀疑是自己内部出了问题 不敢用新一安的人来调查此事 于是找上了吉时宇洛应权 面对新一安大佬的请求 洛应权欣然应下此事 很快就查出是何安乐的小马仔做的 并非是新一安内部出问题 也因为此事向华强与洛应权结下了情谊 而帮助这些江湖人士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事 仍旧是与陈慧敏有关 1998年陈慧敏为山嘴族胜利会购买了一批火器背茶 陈慧敏当场还与S2有肢体冲突 指的高层十分不快 项令严惩不淡 陈慧敏在江湖上名头是响亮 但是黑道与白道就如老鼠和猫 老鼠在称狂 面对猫也只能是瑟瑟发抖 其中生智 陈慧敏找上了老上司洛应权 洛应权见昔日的老部下愁眉苦脸 答应为其尽力而为 随后拿起手机打给自己的堂兄洛应杆 堂弟、洛应权都为陈慧敏开口了 洛应杆更是不遗余力地为陈慧敏辩护 身为律师界的四大天王之一 洛应杆可不是浪得虚名 很快就为陈慧敏摆平了这件事情 在业内更是名声大噪 但所谓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啊 常与这般黑道中人混迹在一起 洛应权也为自己惹来了一身的麻烦 九十年代末 洛应权自己犯事逃往宝岛 由于早年帮许多江湖人士脱困 许多人都住在宝岛 因此洛应权一到宝岛 就与当地的江湖人有了联系 很快洛应权就认识了 朱联邦的总护法白狼张安乐 张安乐可是朱联邦的超级大佬 与另一大佬陈其里 并称邦内的两大台主 由于两人皆出身于名门世家 又皆是跑路之人 相似的经历令两人心心相惜 成了推心致富的好友 十多年之后 见风头已过的洛应权 重新回到故乡 与弃而相聚 随后又到内地投资房地产行业 日子也算是安定 2016年初 享年69岁的洛应权去世 在江湖世界殡仪馆 举行了盛大的丧礼 来的人囊括各行各业 不仅黑白两道的人来祭祀 商区演艺圈 皆有人到场 场内和盛盒的座馆 鼠仔带许多马仔 打点这一切 可见录音权和在和盛盒内部的地位 非常的高 在场有西装革履的经商 也有穿着毫无讲究的江湖人士 殡仪馆里人来人往 保导那位推心致富的好友张安乐 更是不远千里地 赶到殡仪馆内调研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